那接下來我想我這一次的安排 可能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刻意安排兩個角色 那個兩個角色 一般在傳統談社會議題是絕對不會放進來的 一個是建築史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沒有來的許順英談行銷 那我真的希望就是 我們今天在看2030是台灣的時候 要從不同的角度 那我自己觀察台灣在最近這20年之內 或者是最近幾年我們都看到空間 尤其是建築這個議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期待就是像所長 他能夠幫我們把這個 從這個角度來看2030 那我相信也許會激發各位不同的 對台灣的社會的一些想法在 那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所長 各位羽團貴賓還有各位參加的貴賓大家好 我是龔書章 我在兩年前是建築師 我開了一個建築師事務所 做了很多的不同的project 那這兩年回到交通大學研究所去任教 專任教所 那我講一下我在這20年來的一些感受跟經驗 那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後為什麼回到學校去 到底對於未來2030年有什麼期待 第一件事情是我非常同意 剛剛幾位講者的幾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剛剛劉一公老師談到的那個溫度 我覺得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具有溫度的一個地方 那我舉個例子 在我三年前去參加一個 比較屬於我們這個領域的叫做建築雙年展 去參加一個香港跟深圳的一個建築雙年展 我們曾經一堆人做一個討論 那大家們都知道說 如果從城市建設跟建築來看的話 其實最近這10年的中國大陸非常非常的前進 做了非常多實驗性的案子 或是做了很大的一個進展 那反而台灣在這10年來 在建築的發展其實看起來是缺席的 那我最感觸最深的是一個香港人 他介於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中間 他來台灣非常多次也去中國大陸 他就講一句話 我覺得那句話非常有意思 他說他聽過看過兩個地方 兩個城市發展 剛好在這個經濟發展的兩個不同的peak 兩個不同的弧度的這個成長線裡面 他說中國大陸人現在做的建築其實 或是城市都看起來蠻偉大的 那好像每一個人都想要在這個時間點 創造一個比較巨大的史詩 可是他回來看台灣的建築 跟台灣城市的發展 幾乎看不到任何好看的房子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找人去找 看什麼樣的房子是來的 觀光客或來賓說請你去帶他看好看的房子 幾乎找不到 可是他說台灣的房子 就是像散文一樣 就是最有溫度 他從街弄巷到還有一些小的案子 幾乎所有的建築師或所有的城市發展的 每一個行業的人 都對他的空間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想像跟溫度 跟投注 不是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而是在做一個他認為很重要的 他要投注在這個城市裡面角落的不同的事情 那其實這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就剛剛徐姐講的就是那個價值觀的改變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身為我們的建築師 或者身為一個城市構造的人 城市建構的人 其實他對於城市跟建築 在這個整個文化或社會的一個領域裡面 他所投注進去的時候 他對於那個好的價值的認定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幾件事情其實我在這十年內 我其實觀察了我自己的同儕 自己的同伴 我可以看到幾件事情其實是 雖然我們感覺不到很巨大 可是實際上卻是我們自己這一行 身為一個建築從業人員 一個非常巨大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很多很多的年輕人 年輕學子們 他們最嚮往的工作的場合 他們常常跟我說 他們畢業以後 還沒確定要不要進事務所 那就他的上一輩的父母來說 都說你都念建築系了 你告訴我說你念完建築系 不一定要考建築師 你告訴我不一定要進建築事務所 那你到底認為建築物 你念建築要幹嘛 好像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是對於志向越來越不清楚 那我自己身為一個建築師 回到學校去我倒不這麼認為 而是說他們其實更清晰的 確定他們未來的路 不只是在做一個叫做 建築專業從業人員建築師而已 他們還有很多事情 他們其實可以去做 他們心裡面最嚮往的建築師是誰 是我一個同班同學 叫黃生緣 那是黃生緣他在這十年做了什麼事 他其實開了一個事務所 那個大概是所有建築師事務所 最不像事務所的 他在宜蘭做了田中央建築學校 可是實際上他是一個事務所的本質 可是他所謂的田中央的建築學校 其實是在建構他所認為 宜蘭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以後 可以再怎麼樣多元的去看待 新的一個叫做城鄉風貌 當然不一定是我們想像中的 宜蘭的現在看得到的事情 可是一直在建構這個事情 那也讓非常多的年輕的學子們 都投入進去在做這個事情 那台灣是不是只有一個黃生緣 在做田中央 我覺得這十年有非常多的建築師 也在做這個事 雖然他們有在做偉大的建築 比如說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叫謝英俊 那謝英俊在做什麼 他是在剛開始在南投921之後 在做一個叫做自主營造 如何啟動當地的人 然後用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來蓋一個自己要的房子 那他在原住民的部落 在921地震之後 在做這個自主營造 他的抗力大不大 非常非常大 因為他在抵抗的某一些 台灣對經濟發展的某一些波浪 的某些人的認識 比如說當他今天跟原住民的同伴 一直在蓋那個921之後的一個 新的住宅的時候 其實真正住在那邊的人 並不欣賞這些事情 他說我好不容易 我的建築倒了 我好不容易要蓋一個新房子 為什麼還蓋一個這麼便宜的房子 我希望的是 能不能像其他的城鄉有透天處 可以蓋一些新的磁磚 可是謝英俊是在抵抗這個事情 他認為每一個人對他未來 應該有另外一種新的看法 結果他在努力的這幾年 卻受到非常多的德國日本人的關注 認為這件事情才是建構當地 當這麼多的先進國家 所謂的先進國家 蓋這麼多的先進高科技的房子 卻來看看說 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事情 那這個我都覺得是 現在很多的台灣的建築師 有別於其他 包括現在正在發展中的中國大陸 很不一樣的點 那我一直常常覺得說 台灣的建築必須要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他可能沒有一個叫做 很強烈的中心思想 可是他卻很不一樣的切入在每一個點 那我最近還認識一群朋友 我覺得很棒 叫做果核計畫 果核計畫就是進入原住民的部落 去幫忙蓋一些自主的房子 那另外一個點 我其實在講說 其實這十年過後以後 現在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很大的變化是 政府部門 工部門開始警覺到說 其實這些台灣的生命力遠比 這個政府在做的事情來得有意思 所以以前政府看起來他做的這個 大動作 對於這個生命力其實是切割的 可是我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台北市現在有幾件事情 也正在發生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如果大家關心的話 台北市的都更處 都市更新處 他自己在做更新 大家都在討論說 如何在抵抗都市更新 其實都更處自己也在抵抗都市更新 他想要讓都市未來更新的時候 留下一件事情是維持台灣 台北市最棒的街道 可是現在都知道都市一更新以後就會 把那塊地產坪蓋高樓 所有大家都希望蓋高樓 旁邊都是大的花園 可是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六米到八米的鄉道 下面都是商店的這件事情都不見了 所以所有的政府部門 他雖然在執行這部門被攻擊的時候 他其實自己在用非常多的政策 來讓街道可以保留下來 來抵抗建設公司 重蓋的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的話 都更處最近辦了一些叫做URS 簡單來講不是hours變成是hours 就是大家變成大家來重新建構一個 什麼叫做街道生活 這個時候就連接到劉惟公老師 最近在做的就是說 台北生活街區的 這樣一個概念 那在每一個地方 我剛才從南港過來 再從南港 再到中山區 再到西門町 都是一直想要把這個街道生活維持起來 那其實有現在非常多的年輕人 我們反正開始帶動他 我回到學校去都希望他們 不要再帶到學校 我去學校 其實是要把學校的人拉到 拉到城鄉出來 讓他開始跟這些 所謂的台北市的重新街道的建構 開始產生關係 讓他們開始做所謂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不只是一個 住宅的社會問題 我認為說 社會住宅是一個城市問題 他必須把社會 當做一個叫做城市運動 他才會引發出所有人 對於族群 對於生活 對於空間的討論 那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注性 讓我們從2000年的921之後 開始變成2011年新的一個叫做 新的城市運動 那我一直認為這個城市運動 會讓現在20歲 20幾歲的年輕人 在2030年當他變成40歲 變成成 最整個國家的一個中心的 核心人的時候 他開始可以感受到 他這20年是跟著這個社會在走 然後再往前走 那這是我從我自己個人 一個學建築或對看城市的觀點 我認為其實台灣 目前正在做這個事 可是太慢 其實城市需要有一個溫度以外 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建立那個高度 我覺得台灣就是有溫度沒高度 就拉不高 所以大家都在那個溫度裡面 互相的取暖或互相折磨 那我覺得那個高度要拉起來以後 變成一個價值 這個所有的溫度才會開始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我用一點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謝謝